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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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會使用 這個清單裡顯示 每一個文章所能夠選擇的內容 這就是 當 這個地方 這個清單的按鈕 選擇完成了選好 之後,我們就要在 右邊的Label1 合併一組文字 而這組文字分別要 輸出Data 有Tag 這個Tag就是指 Tag Number 但是這個Tag Number 因為已經設定好了 所以我們需要在 選中項取得Tag 我們再使用 取得數值 在字幕提供的取得數值方法 選擇 這個標籤 將標籤裡面的數值 這裡的數值 文字 或者一個清單 讀取資料出來 讀取完之後 如果成功的就顯示了 不成功的話,它需要回傳值 回傳一個資訊給大家 所以說不成功 最後 Delete這個按鈕 可以把資料庫 裡面的指定Tag 的位置 讀取後 把裡面的所有內容 全部清空 按鈕 我們首先需要 找一個變數 去儲存 Delete的Tag Number 這個標籤號碼 我們將DeleteTag Number 設定做一個 需要刪除的文字 這個刪除文字 叫做DeleteTag 就是畫面上的 讀取方法 讀取文字 之後 需要使用Full 1 微型資料庫的清除標籤資料 都是在 微型資料庫裡面的地方 清除標籤資料 然後標籤 就是讀取回來的DeleteTag Number 然後刪除那個項目的內容 如果想把整個資料庫 都清除了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第一個 叫做清除所有資料 就會把所有資料都清除 用法都一樣 只是把這個清除標籤的資料 換成清除所有資料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嘗試一下 程式是否成功 畫面上面一個開啟了的程式 接下來我們先去嘗試看看 ShowTag 一開始我們什麼資料都沒有 接下來我們會嘗試輸入 三組不同的資料進去 我們現在已經輸入了三個資料 然後我們可以再去 ShowTag看看 就可以看到 有三個不同的資料在裡面 我們再接下去 可以嘗試一下讀取 用Read這個功能 我們按一下看看 就是當我們用了Read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有三個不同的選項 分別就是我們所輸入的三項資料 三個Tag 我們嘗試選擇第二個 如果成功讀取的話 就會看到有三個不同的資料 都是我們之前輸入過的 第一個 另外還有第三個 假設如果我需要刪除一個指定的項目 譬如我們現在需要刪除第二項 第二項就是 這個有寫一二三三 可以嘗試選擇暗一二字 然後按Delete 然後我們再看看ShowTag的地方 看到只剩下1和3 可以在讀取的時候 只會看到1和3 第二項就會刪除了 這次我們可以讓同學 嘗試成不成功利用這個簡單的資料庫 去運作這個程式